自开播后素有女版跑男之称 漂亮的战斗是近期口碑飙升的宝藏节目 从画面置景与服装精致来看 官方的投资绝对是不低的 能主打全女生的常驻阵容 尝试一次之前没咋走过的方向 透过利益这方面 同样能巧出平台对此当综艺的重视程度 然而毕竟是前新的IP 虽然班底是强大 可面临上下播出了 这节奏却显得有些慌张 几乎空降来袭就散了 这发布会居然是在首播之后才开的 连常驻团队都没聚集 一看就是临时赶出来的 然而万般着急下 节目组并没就此摆烂 反倒是积极的听取关注的意见 在第一期节目被朝内心OS太多影响观感后 如今这最新一期播出 话外音果然就少了 套两盘成员们曾一开始纯粹的同事关系 到相处之后能自然的抱抱贴贴 常驻们的感情好 出来的正片自然有分度一些 作为一道娱乐境界栏目 无畏成员的发挥各有所长 一定要盘点高光点的话 可怜的张雨琪估计是垫底的了 张雨琪傻大姐人设不等 喜欢胜利后被粉松进牢 孟泽义打破笨蛋 每人固有印象在浪洁的触舞台上 走着走着就顺拐却不自知 张雨琪从翻空的那一刻开始 聪慧女神的人设便离她越来越远 长了一张商业精英的脸 世界上却猛不可爱 被刺外号小雨的张雨琪 是预解外表烧你内心 第一期别人都觉察到 灵根星身份有问题了 跑得来不及 而她却很大胆的跟她并排走 不出意料 人家一个上前就轻松淘汰了自己 到了第三期 好不容易用伪装骗过了废奇名 套出她的数字后 却必要撕她 结果她太大打脸脸了 直接在大明路上开撕 才撕完废奇名 她的上架孟子义 马上就注意到了 还没享受胜利的喜悦 便同废奇名一起关金外牢笼 而淘汰掉她的孟子义 与她的一路形象却是相反的 脸长得有点狠狠的 做试惊说话也蛮不够脑子的 为此孟子义不知道道歉了多少次 她也明白自己是有点没眼力惊的 然而一到了游戏世界中 她的双双就上线了 不知道线索就去找人问 找嘴不言谁的超约妹妹问 一下子把马天宇的数字套出来了 隐藏自己的数字四季而动 正巧张于奇就送上门来 明明自己是卧底 在验证环节却能装作很压抑的样子 把嫌疑甩到管月的身上 不会临场发挥的管月 一整个有苦说不出 第一期就拿下好几处高光的孟子义 才不是真的笨蛋 杨超越打听市场多年 灵动小表情说来就来 谈宠未知无人撼动 孟子义不是憨货 杨超越则是狠货 从经常打工的流水线大妹 到国民度超高的大明星 妹妹的遭遇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 一直在超越自己 综艺这块市场 她还没正式出道就开始接触了 本身性格纷纷火火 头脑清晰的她 其实是适合真人秀的 真人秀主打的便是一个真诚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在极限挑战中 她是团宠妹妹 大骗子情号就算不相信其他人 也不会辜负她 到了此次漂亮团中 她与王门的友谊 更是让人看到了女孩子 坚定选择对方的美好 在大战环节 明知道她的力量是不如管月的 马天宇却仍为其加油助威 能让只来飞行了一期的嘉宾 对自己如此重视 她绝对是人品魅力 吸引了别人 风铃自己是害怕下水的 可为了姐姐不下去 杨超越宁愿自己带领惩罚 这样的天使女孩 不怪大家都喜欢 无论是解密还是美貌 她拿冠军都是意料之中的 谢谢大家